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看完前几期印度对比美国俄罗斯英国后 很多粉丝发私信问一姐 中国呢 哈哈一姐实在绷不住了 你们真是太坏了 于是一姐就在美版直呼库尔上 找到了一条印度网友的正经提问 问题是印度军队能战胜中国军队吗 看到这个问题 某些印度网友可就不困了 拿起键盘就是一顿啪啪啪 印度网友Edward Manuel回答道 首先我不鼓励战争 我鼓励和平与爱 是的 印度军队有能力战胜中国军队 印度军队强大有力 印度拥有最新的武器 毕竟军人的身心都是超强的 印度比你想象的要强大 中国网友贾抽筒回答道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中国的网络上 我们从来不关心问 印度军队怎么样 在中国 人们只关心美国和俄罗斯的军队 印度网友Erkurs Goel 立马回复道 人们通常不会谈论他们害怕的事情 明白了吧 你那个 你上医院看过吗 中国网友会飞的鲸鱼回答道 如果你是班里排名第三的学生 你会和谁比较 人家本来就少 你还都人家 战乎局网友Jack Goel回答道 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 印度军队绝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我们还相信 印度军队将在未来五年 主宰我们的世界 在未来十年 主宰我们的银格系 在未来十五年 主宰我们的宇宙 向强大的印度军队致敬 向伟大的印度人民致敬 好 印度网友 阿尔潘帕特尔回答道 听着中国军队拥有更多的核武器 但是他们的经济依赖于印度 因为我们正在购买他们廉价的商品 这直接使中国军队变得强大 所以打败中国军队的方法 是不要购买中国商品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的 印度网友 Kansas湾美回答道 没有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 打败中国军队 连专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再次强调一点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富有和强大的国家 现在对全球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印度是一个军队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 再说一次 战争不是一个真人快打游戏 不是谁更强就获胜 这是关于源源不断的供应线 源源不断的生产线 运输线 燃料线 和花费 大量的金钱 中国最大的优势 一场战争将推动中国经济 因为95%的生产都在国内进行 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一场战争将耗尽印度经济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生产 都完全依赖进口零部件 甚至我们的阿雄坦克 也进口了七种主要的俄罗斯零部件 中国的另一个优势 中国的战争将会造成全球前所未有的供应危机 但凭这一点 世界就会迫使印度和中国走向和平 让中国占据上风 所以答案是不可能 我们的军队更好 士兵更好 军官更好 指挥结构更好 战略更好 但是我们的国家在财政上 经济上和国际上都弱得多 所以一个小的交战 也许我们可以偶尔获得战术上的优势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单独打败中国军队 印度网友马迪尔回答道 1962年印度人准备不足 装备成就 完全不知情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印度现在拥有世界第四大武装力量 印度的火力 现在与解放军互相上下 印度网友 Prashan Pandey回答道 哈哈 这算问题吗 印度仍然从其他国家购买雷达等基础设备 另一方面 中国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 开发尖端隐形战斗机 中国开始在军事研发方面 投入的资金数量远远超过印度 除非印度在国防装备上变得自力更生 否则 它将永远落后于中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网友Chandra回答道 是的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经济体 是印度的五倍 它在军事上花费了2000亿美元 当然 印度和中国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统一水平 但更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技术实力 在技术方面 我们在技术前沿的所有领域都落后了50年 我们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素质 低得令人尴尬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充满了缺乏动力 懒惰 智商低下的无能之人 另一方面 中国国防研究机构与俄罗斯非常接近 在技术实力方面 仅略微落后于美国 如果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全面战争 那将是美国人在二战期间 对技术相对落后的日本人的那样 印度网友Sahil Panwar回答道 我不认为这很重要 中国和印度在技术和武器方面的差距并不大 你可以去查数据 分辨谁更优秀 但那只是智商谈兵 印度网友这迷之自信 可真不是吹的 好了 那大家觉得什么情况下 印度军队才能有胜算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